今天咱们聊的话题叫职业病 其实一说这职业病大概分两种 一种是身体上的职业病 这个您得尽量避免一下 别受伤 别出这种职业上的疾病 还有一种职业病就是心理上的 这种恐怕是很难避免 因为什么这种心理的职业病 其实是一种特别强大的习惯 你老干这活你习惯了就习惯成自然了 我记得当年我有一段时间 就是那个疯狂相亲的那个阶段 我见了很多女孩 各种的职业病 我记得第一回相亲 有一女孩 我就跟她一握手 她握着我这手握了好长时间 我以为她对我还有点好感了 后来不是 她说她说 你这个手可能有点见窍眼 下礼拜一你来挂一下我的号 这是个骨壳大夫 第二回见这女孩 吃的是涮羊肉 吃时也没发现什么不对的 半点我上趟厕所 回来之后我看 她把她那个麻将 调成一朵玫瑰花了 这姑娘是做咖啡拉花的 第三一次我相亲这姑娘 提前我了解了 她是一个企业的人力资源的主管 相亲聊得也都挺好 最后临走了 你说成不成 你给咱个信啊 对吧 你对我印象好而不好 下次还见不见面 也不给信 我说您到底是什么意思 她沉默了半天 行吧 你的情况我基本了解了 你先回去等通知吧 这是各种各样的职业病啊